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超级难做 哎呦 上个礼拜晚上欧美股市算是重挫了 对不对 刀准盘都跌了快200点 虽然说收盘是拉一点 但是也跌了140点 好啦 那你看上礼拜五欧美股市重挫 那你认为今天台股会怎么样 开盘80应该往下开吧 对不对 可是很妙喔 今天开盘没有往下开 哇 这下就闷了 对不对 那国际股市重挫 今天台子旗开盘没有往下 有啦 开盘开个平低盘没有开得很深 而且开下去瞬间就上去了 对不对 这种走势你就已经看不懂了 这盘怎么会这样子 那到底在玩什么东西 各位 今天这个盘之所以难操作 在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 今天从开盘开始 那个盘的走势跟你预期的都不一样 你自己看 我问你 对不对 你说我没股市上礼拜五还跌得蛮多的 可是今天开盘以后啊 你看这个样子 开地以后不怎么滴 马上瞬间就急拉 一拉还拉过平盘喔 那我请问你 那这种走势的话 你到底该做多还是该做空 来到平盘以上呢 你要放空吗 嗯 之后平盘附近 哇 震震震震震 证成这个样子 你认为怎样 上得去吗 然后就开始去放空 说盘大概上不去了 等你放空完再跟你冲 但是更有趣的就是 当它冲上去以后 哇 台股好强 好强 问题是 到这个地方以后 诶 今天高顶在什么地方 今天最高顶在做9318 各位 来 打包看这个地方 今天最高顶在做9318 好 我问你啊 那为什么此处来到9318之后 诶 突然之间急刹车 不再往上走 反而开始瞬间急刹 各位 今天光开这种盘喔 开盘让你觉得很意外 之后平盘附近的震荡 也让你看不懂 冲上去为什么到9318 为什么急刹 盘中为什么又震荡 又给你急刹 啊 我跟各位讲 今天盘喔 我讲得很快一点 各位 今天这盘呢 你不要说操作 你大概看喔 你看到头晕 我告诉你 好 但重点是 如果今天这盘你看到头晕的话 那我请问你喔 那问题是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你有按照维国欣的SOP操作的话 我告诉你这盘超简单的 你说我老师不要讲大话喔 什么都超简单 好啦 各位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啦 你上礼拜五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的关键点位 你有没有问 有问 那我恭喜你 第二个 昨天礼拜天 前天礼拜六 维国欣呢 我在台北台中高雄 办了三场演讲 那各位 那这三场演讲 你有没有来听 好 各位 凡是上个礼拜五有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关键点位的投资人 凡是你昨天前天 你有来会场听演讲的投资人 各位 你都知道 今天关键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好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各位 今天开盘喔 开第一盘往下开 对不对 最低点多少 来到差不多9240这个附近 等会我们先看这段来 各位 今天第一次的低点 打到9240这个附近 重点是 打到9240 瞬间就开始给你急拉 也就是说 奇怪 为什么当上个礼拜 我欧美股市算是低浮蛮深的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只打到9240 就没有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开盘的低点 会在9240这个地方出来 也就是说 今天开盘 你晓不晓得 9240这个地方是要做多的 你说 各位老师 收了盘谁不知道 各位 我说的不是收盘 是今天开盘之前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低点 会在9240附近出来 如果 你不知道 对不对 各位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为过去 来强势预判 好 大家各位 那重点是 来 如果说你不晓得 今天低点在什么地方的话 来 各位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上个礼拜五 如果有打电话 有来问今天关键点位的 你昨天前天有来会场 听演讲的 来 全部的投资人 都看到一个东西 强势预判 强势预判 在上个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已经算出来 今天的关键低点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做9252 一个叫9243 各位 所以今天这盘 为什么开盘以后 打到9240 关键你自己看 其实就是打到 就是打到强势预判 下面最大的支撑 9243 看到吗 就是打到9243 之后再看 拉了好长的一根下引线 所以之后 为什么能够再往9300以上 再谈一次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各位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你的软体 你的电脑 能不能像维国现在 强势预判一样 在上个礼拜五 就预算出来 今天的低点 会介于9252 到9243 这个地方 那各位 如果你的电脑 算不出来的话 我再问你一次 那你用那些 那些软格化软体 有什么用 是吧 好 所以各位 上个礼拜五 有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关键点位的 各位我恭喜你 哎呦 今天这个低点 吓死人了 各位今天开盘 各位 今天那个9240 你是做不到 因为只是点到 对不对 但是9252 9243 光是这两个地方 你要是有去做多的话 各位 光是这两个地方 9252到9243 你有去做多的话 各位 第一波 往上一弹 弹到将近9320 各位光这第一波 弹上去弹了快要 70点 你知道吗 从这个低点 到这个高点 第一波快要70点 各位啊 你觉得奇伙很难做吗 问题是今天很多人开盘 已经被这个盘 看到我刚才讲对 看到同学脑子 上礼拜没股跌 为什么开盘以后跌不下去 原来 原来 现在终于搞懂 原来魏老师 那个强势预判 原来今天的关键的支撑 在9252到9243 难怪开盘以后没跌 对 到那个地方 就弹上去了 哦 各位 恭喜你 你上礼拜 有进来问关键点 我恭喜你 你昨天前天 有来会场听演讲的话 我也恭喜你 如同恭喜我的会员一样 不是吗 而且各位 不但如此 开了班以后 我还要赶快发口讯 再提醒会员 一样注意这两个地方 对不对 强势预判支撑 9252 9243 下档支撑 看这两个地方 各位 这两个数字 是上礼拜我就算出来的 你的範图算得出来吗 你的範图算得出来吗 各位 你跟着那些人 在今天开9点钟之前的时候 有个微博信告诉 向微博信告诉 说支撑就在那个地方 9252到9243 我说各位 今天那个多单 你从9252你随便去挂 挂到9243 各位 你今天开盘 你几乎已经做到 全台湾期货市场上的 最低点 你知道吗 各位 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指标 你晓不晓得 这多么宝贵的一个指标 你晓不晓得 好 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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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冲上去以后呢 更厉害 冲上去以后 今天最高点多少 就在9318 各位 那更有趣了 那为什么今天的高点 会来到9318这个附近 为什么 对不对 明明是急拉 为什么拉到9318附近 急刹车 给你倒车 而且倒车的速度很快 为什么高点在9318那个地方 你晓不晓得 你还是不晓得 因为你的软体算不出来 好 那各位 那再看 一样 如果你上个礼拜五 又打电话 问今天关键点位的话 你昨天前有来会来天天的话 各位 你也知道今天高点在什么地方 在哪里 一样 同样都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今天的低点高点全部算出来 低点对不对 上礼拜五已经算出来 9252 9243 好 那高点呢 快更妙 各位 上礼拜五就跟你讲 各位 从短线的角度看 我们整个看 各位 从短线的角度看 对 短线因为上个礼拜 我来过震荡以后 短线所看出来的 下面是有支撑 但从颇段的角度看的话 下下的趋势没有改变 所以整个的压力 压在什么地方 9309 最远最远 9325 各位 你看懂了吗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点 其实刚好来到 这两个数字的 几乎一半的位置 叫做9318 但是各位 不管怎么样 反正对不对 今天不要说今天 在上个礼拜五 收盘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今天往上去 压力 什么叫压力 多单跑掉 跟今天放空的位置 一个在9309 最远最远 9325 各位 不要说9305 我们讲9309就好 哇 各位 如果今天开盘 你在9252 跟9243去做多单 到9309 你跑一次 顺便给他放个空 各位 一来一回 超过100点 你晓不晓得 各位 今天盘难做吗 不难哦 开盘一趟多 上去一趟空 就做两次就好 那各位 不单对不对 开盘嘛 一样嘛 赶快先提醒会员 下面还是看这个地方 各位 早早在8点55分的时候 我继续跟电脑会员讲 那上面对不对 坡的压力 9309 9325 所以今天的上档压力 就在这两个地方 各位 今天的高低点 全部强势于盼上个礼拜五 算得清清楚楚 各位 你上礼拜五 有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的关键点位 好 好厉害 对不对 你昨天前面 有没有来会场听演讲 各位 你们 你们终于见识到了 我说各位 真正的好东西 各位 我说各位 微国性 大声 我在这个节目上 跟你所谈 跟你在谈期货 谈股票 各位 微国性 我是实实在在 在跟你讲一个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工具 我在告诉你 期货要怎么样操作 微国性 我从来不是来节目上 来跟你胡言乱语 跟你东扯西扯 鬼扯一通的 如果说我来这个节目上 是跟你 来跟你做生意 跟你打哈哈 跟你东扯西扯 我的节目你可以不要看 我说真的 但实际上 每一天 为什么每一天 在收盘的时候 明天的关键点位 今天都算得出来 各位 这叫做真正的实例 全台湾起货市场上 除了微国性的强势预判 算得出来之外 还有哪个软体算得出来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如果你的软体算不出来的话 你用那些胆光软体 要干什么 每天只是把你搞得 投影脑章而已 不是吗 好了 所以各位 既然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都已经算出来 今天的支撑压力 早都算出来了 那各位 那今天做期货 其实好整一下 好 不单今天的高低点 上个礼拜五都已经算出来了 各位 好 再来呢 为什么今天这个盘是来回震荡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大户指标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那今天大户指标 长什么样子 那更好了 各位 今天一半一半 来 老板我们先看左边下面 可以看到吗 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前面弹后面杀 原来今天从开盘 对啊 前半段为什么 因为大户前面真的是有助 而且其中那个 吉拉的那一波的话 力道是很强的 但是过了中场以后 甲派指标 大户啊 从做多开始做空 这是为什么后面杀了 那一段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各位 看到了吗 为什么今天前半 前半场拉 后半场杀 答案在这里 好 那既然对不对 说穿了吗 今天的高低点 上个礼拜五 透过强势预判 早都算出来 哦 原来那个低点 对不对 下面9252到9243 上面9309 跟932 各位 所以今天这个区间 完完全全 就在这个支撑 跟压力贵 在这个圈 就这样子的来回 这样做震荡 我再问你一次 各位 如果你 如果你 你今天 从开盘开始 你已经在抗 威国群的强势预判 你已经在抗威国群的 大户东力道指标的话 你觉得 你觉得今天的盘 先拉后杀有奇怪吗 今天的高低点 都在那个地方 各位 你是等他来 各位 你的多空 是定在那边 我就贵 我就先在那边 我就等他来 各位 做企业可以做到 这么轻松 你知道吗 你呢 好 另外 除了对不对 强势预判 大户指标 早都知道 今天这盘会 这样搞之外 另外好 如果说对不对 你说老师 那我还是希望对不对 干脆就眼睛直接看 那更好 来各位 那这东西 来 SOP 我问你 今天大货坐哪一边 前半场坐多 后半场坐空 所以今天前面谈后面啥 各位 这个方向 真的叫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对不对 好 再来 区间盘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因为今天盘 其实大货 今天这个盘 只有一小段的时间 是个趋势盘 大部分时间在那边盘 好 这个东西 我先调过去 先不讲 那各位 再看 对不对 一样 透过强势预判 各位 今天的高低点 在上个 一百五的时候 早都知道 所以 各位 今天这个盘 各位 做齐活 你盘中 你千万不是看他 去追多单 不是指数往下上 你去追 各位 做齐活 不是那边盘中 追来追去 各位 做齐活 真的高手的操作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 今天大概盘 是会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 我们是等他来 多空单 挂在那边等他来 你做得到这一点 好 对不对 除了大户指标 除了强势预判之外 再来 好了 你说老师 那我就食物超的 对不对 我还是喜欢 喜欢看键头 跟大户同向 那更简单 今天当冲 键头跟大户 哪里同向 你自己看吧 今天开了盘以后 当冲 9256开始翻多 各位 刚刚讲的对不对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 我已经算出来 下面的支撑 9252跟9243 也就是说 指数打到今天支撑的时候 其实当冲的箭头 在9256就开始翻多了 大户坐哪一边 多吗 两者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嘛 那多丹干怎么办 赶快坐啊 好 上去后 咻就冲上去 我一冲 就冲到9301上去了 好了 多丹就在9309这个附近 先跑一下吧 跑掉之后 后来啊 当从9303开始 就是这个地方啊 开始一回头的时候 开始一回头的时候 箭头9300 马上开始翻空 那各位 打不来 我们一起看 各位啊 对不对 既然碰到压力 既然碰到压力 9309已经告诉你 对不对 这是压力所在 箭头又9300翻空 对不对 所以赶快做啊 就赶快做啊 我跟我讲 各位做这个东西 有个好处你知道吗 今天我在930放弃 930到930 我再做空单 我跟各位讲 我做的一点都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对不对 就算这个盘哦 再怎么震荡的话 压力 最大的压力 在9329这个地方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 我做空单 如果真的盘不对的话 9329是我的停损点 我都可以知道 这些清楚楚 好 东西先不谈 各位 反正对不对 后来啊 9300翻空 因为碰到压力线 赶快空嘛 哦 那一空就厉害了 只有大户啊 也是从 做多开始翻空 各位 各位这波一杀 杀了将近70点 各位将近70点 今天第一波上去 将近40 超过40点 这波回来 将近70点 各位 今天光是上去一趟多 回来一趟空 各位哦 已经将近快要120点 后来杀下去以后盘中 9231翻个多 大户再做空 多单可以不要做了吧 那各位 后面那 送给他算了 今天就是一趟多单 一趟空单 各位将近120点 就知道今天的低点高点 在什么地方 好 知道对不对 透过大户 好吧 那就是前面 前面 箭头翻多了 大户做多了 两者同向 赶快做吧 上去以后 到了在9309这个附近 赶快先跑一下吧 好 之后930翻空 因为已经来到压力线了 就做空吧 换换换换换下去 后面越后面 大户杀越凶 一杀杀到923 923年的附近去 各位 今天一趟多一趟空 就够了 后面我都不用做了 各位 今天你的软体 从哪里开始带你做多 哪里开始带你做空 盘中 有没有把你扒来扒去 你最清楚 所以各位 请你的耗的比较比较看 各位你的软体算得出来 今天的低档 在9252到9243吗 上个礼拜五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 今天的高档 在9309到9328吗 所以各位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各位 做起乎对不对 每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 我要是能够每天在开盘前 我都知道今天的高低点的话 哇各位 各位这就是你心中 最大梦寐以求就是 我要是每天都能够知道 今天盘的高低点 各位 那你是起乎市场的第一高手 这个东西偷偷强势预判 就算出来 那各位 你上礼拜五 有没有打电话 我进来问今天的关键点位 你昨天天 有没有来会场听演讲 所以各位 这东西啊 大家都是见证人 我说真的 好幸福啊 各位 我说就在给你讲 是各位 透过啊 微博性这三个 这么关键性的东西 透过强势预判 每天的高低点 都事先算出来 尤其那个盘啊 越是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对不对 不要说今天嘛 上个礼拜我也是啊 下去以后 对盘中支撑在什么地方 什么压子 早都已经算得清清楚楚 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看这个东西 你还看得 你还看得有点 觉得有点 觉得有点 看不清楚的话 那键头搭在大户 两者同向就操作 这样可以吧 各位 今天的盘真的好简单 只要你每天 好的遵循微博性SOP 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 好 今天这个大户 还分上下半场 下半场做空 所以让整个尾盘被压下来 当然明天看完之后 关键点位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我试过全世界 那么多洗髮精 我有自信向你推荐它 Doctor's Formula 从研发到效能验证 必须达到我的要求 由我层层把关 每一种头皮问题 都该有它专属的解答 为头皮洗髮精 再创新标准 Doctor's Formula 来自长庚专业团队 Doctor's Formula 你内心良善的价值 正是让世界充满希望的力量 让世界持续美好 正向的力量 富邦金控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兴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到大顺先机 起伍市场今天小跌了24点 明天开盘之后关键点位在哪里 赶快再把神家给威老师 好啊 各位 有关键点位 操作期货 是多么的简单 你呢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好了 今天的盘经过来回震荡以后 本来过去 从本来在今天到上礼拜五 过去这两天以来 因为基本上从短线的角度看的话 上面是有短线的支撑 所以上个礼拜五也好 今天在前半场 基本上对不对 都是打到短线的支撑就反弹 开盘上下去又给你做反弹 但是重点是各位 问题是今天盘中在后面的时候 一根黑棒杀破了所有短线的支撑 所以到了今天收盘的时候 不管是短线也好 是波段也好 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压力了 各位 你要懂我在跟你讲什么东西 所以从明天盘开的话就简单了 明天开盘以后 如果说连短线的压力都过不去的话 那各位 那你就知道这盘 确实在往哪边走了 所以各位 明天的关键点位 短线在这个地方 波段在这个地方 你最好能够今天先知道 各位 做期货 做期货 我跟各位讲 做期货真的最关键的指标 就是每一天 你能够预知大概盘中 大概每一天盘的高低点 大概的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样操作 各位 真的比大户指标还要重要 我告诉你 好 那除了这个关键点位之外的话 今天这个盘 虽然说之前跌生的 什么宏打电 什么那些东西 给你拉个掌停板 之外 可是问题是 有个更关键的东西是 今天报纸一打开来 突然外资说了一件什么事情 竟然调降大力光的平等 这就奇怪了 对不对 外资不是偏在捧大力光吗 为什么突然间开始 由外资开始倒打一枪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问题是各位 但是不论外资 为什么突然间开始 调降大力光的这个目标价 但是我请问你 在六月 放大一块到这边了 今天放大一些 这个比较远 各位在六月四号那一天 对不对 大力光前一波 在微国现在系统里面 从2295块钱 波段翻桌 就啪一路狂涨狂涨 涨到3400多点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六月四号那一天 3470波段就开始翻空 那天在节目上 我就跟你讲 我说大力光 各位你注意 从2295到这个地方 已经出现波段迈迅 虽然说之后 短线上它并没有跌 但是基本上 对不对 已经是只是一个短线 来会这样做震荡 到了今天 报纸跟你讲说 开始有外资 在对大力光 看开始开空了 对不对 今天开始小幅度 开始跳空 就开始往下杀 从六月四号那一天 的波段翻空 基本上 从前一波 大一样 大户指标 一路买大力光 可是到了这边开始 开始看到 有人偷偷在投跑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有手上 有这种股票的话 你得小心一点 最强势的股票 已经出现这讯号 另外各位 除了你说大力光 股票开始 有出现波段的迈迅之外 今天盘虽然说 大盘没怎么跌 对不对 但是各位 有些股票 叫做很糟糕的股票 今天继续闯新低 民意 这种股票 你有没有这种股票 各位 自证之后的标准 妖魔鬼怪股 到了今天 还在闯波段新低 各位 回头一看 各位不要说前面 就从今年初 从1月12号那一天 在线西系统里面 各位 161块 是这一波的起跌点 各位 跌到今天 已经跌了43% 如果这种股票 你还去做融资 各位 你已经赔掉八成 所以各位 线西系统 厉不厉害 重不重要 一看都知道 好了 另外你说 哎呀 宏达店今天拉个掌停摆 宏达店到底有没有救 各位有没有救 你看这个地方 今天虽然说拉个掌停摆 马上就碰到 波段的压力就来了 各位 未来这几天 宏达店 能不能够穿过 这个压力往上去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 各位 这个股票能不能 现在的重点不是今天 有没有拉掌停摆 而是有没有 能不能够重新突破 这个整波的压力 这才是关键所在 美率也是一样 今天虽然说 对不对 都是跌生了以后 今天给你拉个掌停摆 但这个美率也是一样 真正什么地方 才是真正重新 波段的开始 答案关键压力 点位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看懂了吗 这一波以来 对不对 一直一直就是这个样 这才是重点所在 好 所以各位 你手上的股票 不论是这个 油弱转强 油强转弱 或者是这样 反正重点对不对 各位 做股票 哪里是波段的起账点 哪里是波段的卖出点 你必须抓得很精准 希望不要套了几十%以后 对不对 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另外各位 除了股票对不对 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股票该买该卖之外 可以报不能报之外 那各位 重点是一样 大盘明天的观点 在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赶快一通电话进来 好 现在大盘看起来 又开始变得 很黏的一个走势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操作方向上 选股不选市 各种上去分析 明天同学圈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